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是士兵们最响往的兵种 千尘八年精英中的精英 在今天的世界 武器和军队 被赋予比撒入近深的意义 强大的军力往往用作威胁 战争虽变得隐蔽 但从未停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冷智晴室 我是与彤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来一会中华民国神秘的特种部队 说起台湾特种部队 事实上 它与美国军方有着好心的渊源关系 美国在二次世的大战时期 创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突击队 又叫做游骑兵部队 这支部队 在二战期间立下河马功劳 因此 背受美国军方重视 此后美军积极推动特种部队的建设 冷战期间 为应对 和对岸中共的对峙 和反攻大陆的需要 中华民国一刻亦没有停止备战 积极陈球 和美国军事上的合作 在美军建议帮助之下 台湾迅速组建了支 访后美国游骑兵的特种部队 并且启动训练学校 这支部队最初目标是深入敌后 从事秘密工作 所以分裂的项目包括追击、通讯、爆破、衣武、他国武器操作、作战情报等等 十八部武艺洋洋正通 而且还具备荒山野领、野外求生的技能 根据国军陆军军队指挥军员的计定 特种作战是运用正规战以外的各种手段 在地下实施的游击战、蝙蝠、华为特色特定目的的空降特惊、空降特攻 海上就要等作战亦均熟知 国军特长部队发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已经颇具规模 拥有大约17支特长队伍 1979年1月1日 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与中华民国政府团构 同时与中卫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建构 转变为以固守台盘金马地区的手势防卫作战为主 因此台湾国防部 对规模庞大的国军部队 最含着一系列的整天同精简 是称国军精神岸 中华民国原有17支特长部队 精神整天后 指楼底梁山特勤队 101两栖精製营 作称海陆华兵水鬼 欠兵特勤队 又是召夜英特勤队 海军陆战队特勤队 海军陆战队精手大队 海军水中爆破大队 海巡柱特勤队 维安特勤队等8支精英部队 其中 陆军梁山海军陆战队 刻意同 欠兵夜英3支特勤队 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梁山特勤队 全称为中华民国陆军高空特总勤务中队 简称高空特勤中队 陆军特勤队 成立于1980年 为中华民国陆军特总部队 帝座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目前在中华民国各方位 一具备六海空三七作战能力的单位 又是国军作为神秘的一支特总部队 实力堪比美国海炮突击队 驻地位于台湾屏东院内的铺香益烈村 因为驻地临近梁山村 尚被称为梁山特勤队 加以被民间或有军称呼为梁山山鬼 用鬼来形容梁山特勤队 再以表明梁山特勤队的证实标函 而梁山特勤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黑 全身上下黑色战服爆裹 周年面部也备戴黑色卡夫罗 即为防弹面罩 还配备用于高空滲透的特战山港装备 进行水下滲透的潜水装备 同特总部队者斩首行动的特战攻击装备 亦是配备之恩 枪械上的配置在MP5冲锋枪、M4突击枪、M21追击枪等武器 另外还配备有夜市仪等特种专用装备 全黑的装备无人的杀戏 锐利的眼神 加上很有杀戏的面具 就像个个被黑龙出来的人 比一心惊胆胜的威胁似 梁山特勤队和夜英特勤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虽然说第一身客业 但夜英更加隐蔽 而与夜英相同契 他们都是以反劫机、反破坏等警备治安任务为主 梁山特勤队在元晶手中队公牌基础上发展以来的特勤队 需要具备突击、骑袖、快速反应能力 以制作反突击、反劫持、反劫机、反破坏等警备治安事命 因此每一个成员都经历各地肉式的训练和严谋口核 梁山特勤队的训练课程,分阶段中十分 除保留特勤队训练要求及标准 并增加三室神投和特工作战训练 第一阶段,训练队员的体力 第二阶段,训练战斗技能 经历前两阶段后,再需要赴空训终心,完成三分 而通过考核后,校组还要接受长达三年的专业专场训练 例如高空跳散、潜水训练、小组攻击战斗、突击最激手训练 以及前往三千米高散,进入高寒地训练及山地重立战等 在结束训练时,还要与海军独战队、两栖侵察大队 宪兵特勤队等多个特战部队单位 在联合编成天龙部队,一同进行各种模拟 满透各军事基地的天威策巧 满透成功之后,才成为合格的一两山特勒队的队员 在完成训练后,亦没有松懈空间 需要在屏东两山基地,进行小组攻击战斗 无以滴后满透作战,每年重书进行为期17日的野外求生训练 在缺乏補级下,背负20公斤装备,增加300公里的山藝核军 每个队经过严格精识的训练,当成为武术高手 他被多样战技,全方位战力,发挥仪寡敌众特性 他与普通士兵的近战能力,至少要高速3枚 要以一挡10,甚至以一挡8 这支部队亦因为长期进份山区、海域 对他比例太多样的战技能力 所以亦被军事迷评价为具有全方位战力的特种部队 文国总统蔡英文,视察梁山特勤队士,亦脱谷而出 外界对我们的梁山部队有很多传说 今日我亲眼见证各位的精实训练和扎实的战力 心中非常有感 看来外面对梁山部队神奇的传说都是真的 美军海炮突击队,鹿扁母部队 在现代战争中,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对敌方首脑将入高层暗杀行动 为名响阵全球 而梁山特勤队就和他们一样 战士兼负任务危险且难度更大 除了对敌方军政首脑、杀、刺杀、刺杀或低破痕等外 亦包括以各种敌后滲透 海上登陆或空降的方式 特杂或贪污敌军指挥所或政治终树 让敌军指挥系统 无法下达命令 辞制并破坏敌军后续的军事行动 以达成我方占据战略优势的目标 所以,军方对这支部队的存在和任务特性 一向更可能地采取低调和保密 这亦是他们之所以配戴防弹面具 提高安全、避免曝光 显得低调神秘的原因 直到近年来,国际反承识变化 为了因应过来反恐任务水球 这支部队才渐渐对外开放 然而,队门在三西战技上的征奋勤练 亦使得梁山驻住一群鬼 名叫梁山特勤队的说法 一直为海界津津落岛 梁山特勤队第一次打响名号 最要说回1987年3月29日 台当院牙湾监狱发生囚犯集体暴动事件 当时暴动的犯人都是黑道帮派人物 凶狠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监狱已经完全失控 但正是又不能简单地用枪将犯人全部击毙 为了进出美平这一种大状态事件 国防部首次派梁山特勤队 宪兵特勤队 陆战德勤队联手进行震报核动 代号1126专案 历次行动由梁山特勤队担当切换 特格部队、攀带短警罐等装备 将入监狱强力压制 顺利平息暴乱 自此梁山特勤队第一次曝光与公众 2006年9月16日 梁山特勤队的作份官 陈鸿城上尉和许廷为中士 奉务令被派至中美洲贝利斯 招手为其八州的重立战教官班训练 因为首次同八个实施重立战训练 其间表现单止令八国军事官感到经验外 年同萨尔亚当与亚美加参训台员 对中华民国特总部队赞叹不宜 从此开启了台北军事训练交流 更是在2008年8月7日 梁山特勤队招日达上位 与柳商物事官长 奉派至中美洲贝利斯接受为其载周的 重立战教官班培训练 10月初以卓越成绩 分别获得体能战技第二名和第四名光荣反抗 在魔鬼式训练下 梁山特总部队的队员都是各个生怀绝技 例如负重20公斤、1000米长跑 能以4分04秒的成绩完成 2008年 在队长方议员忠教带领下 梁山特总部队 竟获得当年度国军模范荣誉团体 同年10月26日 台湾散打搏击拳王争霸赛中 由梁山特总兵组成的支局搏击队 直接独揽羽量、轻量以及中量级冠军 以及重量级亚军 2013年 在队长陈志杰带领下 又获得当年度国军模范荣誉团体 被特总兵征手部队的战力评测不自重 获得第一名 2009年8月的莫拉克台风侵台 侵达南台湾并重厂高雄屏东一帝 组成百百水灾 出身屏东舞台乡街舞部落的赖曼泉 安信雄、徐仁辉、徐仁明四人自愿回到布朗 透过开闭空港场和直升机运送 将布朗中的135位村民带到平地后 邀请有其他在区的救援活动 媒体读盟间普遍给予他们 皆无视英雄称号 之后 跟同国际巨星理念的一同出席 2009年下季 听将奥南派运动会开幕兴 2009年8月14日 高空特勤中队四位队员 黄延内、李勿斌、龟勿斌、邱文进 从台湾高雄梅山到南华天赤 淘宝8个钟头20公里山路 开闭空港场 救出5名受困密众 2009年8月27日 两山特勤队上市高文海 中市吴志杰 外出攻降 行京平东远潮州镇中山路 怒遇抢劫果紧出手 制服戴徒送交警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多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